CNN 你額上 menjadiKONRADANAN 哈囉各位觀眾大家好 我是蛋蛋 歡迎回到Shotvirt的牌組介紹的事情要 那今天 要來介紹牌組呢 是 這個 謝幕死靈的部分啦 在這個環境 我覺得強度非常非常的夠 而且 是一套 我自己覺得算是偏無恥 跟有一點太簡單的一套套牌了 好不好 所以 欸 所以玩這套基本上不太需要動腦 就是12345照著拍然後T6去做一個海王的啪啪 然後就斬殺了 對那這東西我覺得是目前這版本我玩下來前二簡單的 另外一套可能是種菜快工 之後有機會去再做一個牌組介紹 首先我們來先介紹這套羨慕死靈 因為我們羨慕死靈嘛 所以我們圍繞著是這一次的星紅卡罪人去做購組的 那他入場的時候羨慕十次會破壞全部其他卡片 會把你把場炸了 然後再搭配我們的這個深淵上效的結晶 他結晶會跳一個66的集池出來 那在T6可以兩張這個深淵上效 然後再加上一張罪人可以達到12點再加進化14點的爆發 然後你前面是因為你是一個羨慕體系會一直鋪場 你一定摸得到頭 那摸著摸著T6就可以去做最後的斬殺了 對 非常非常誇張且簡單的一個combo 不要想T610次會不會太難 在這一套輕輕鬆鬆幾乎是8把T6 除非你卡的有點太誇張了 不然不太可能T6結不完的喔 好 那首先我們來看一費的部分 一費的部分就是把蟹木帶好帶滿 因為我們要把節奏打滿 所以我們兩張這個一費的蟹木都帶 然後接著還有帶上三張的這個駭骨復書 駭骨復書的話可以一費王者召喚2 基本上全部九成九的場都是打一費 一費去把二費拉出來 通常是希望去拉中式啦 所以能夠保持你的 就是墓地的這個乾淨整潔度 會能夠保持的越好 越保持的越好越好 對反正就越好越好 那去拉中式 然後中式蟹木學會再幫你去拉八玉從這 不斷的去把你把這個八玉的Key卡給拉上手 因為八玉這套就只會拉自己 然後罪人以及這個聲樂上校這三張 所以就是盡量去把你的Key卡綠到啦 所以會希望這個駭骨復書去把中式給拉起來 那就算沒有辦法把中式給拉起來 他也是一費拉二費 只要不是拉到可魯 拉到其他 拉到這兩個就是貓死神或者是拉中式的話 都是去幫你解這個蟹木的任務 很好用 所以我們這邊帶三張 然後跟兩隻的阿茲佛特 因為我們這套是一個節奏牌 然後他阿茲佛特也有蟹木群 會幫助我們去算我們的蟹木 所以我這邊還是帶兩張 那不帶滿的理由是因為真的不會這麼想拍到他 偶爾真的需要去拿來檢索關鍵牌 或者是對手稍微的卡我們場的時候 我們在後手的時候可以去直接爆開 然後拿兩張 所以我自己覺得帶兩張就夠了 因為他自己也會拉到自己 嘿 所以我覺得帶多可能不太好 我自己帶多就好了 嘿 然後接著是二費的部分 貓死神跟中式是必帶 然後還有凱爾貝洛斯 凱爾貝洛斯也是一張 二費可以幫我們解兩次蟹木任務的牌 然後有可可跟迷迷可以幫我們補血跟頭傷害 非常非常厲害 所以這邊帶滿 基本上前二費應該都不太能動 然後還有兩張的統帥靈魂去做抽牌 然後山上罪人 那接著呢是我自己的理解 在昨天實況上面自己的理解 那確實這個理解有點到位 蠻厲害的好不好 這張巡視的活屍 312 入場曲會隨機破壞一個自己的蟲蛇 然後蟹木曲破壞兩個敵方蟲蛇 在後手的時候 如果你空場直接拍這張 他會炸自己 然後炸對手兩張 一個非常非常強力的結場 後手四費的時候 你也可以拍這張炸兩張 然後再打上一張一費的生物 或者是一費的法術 然後跳出去自己 一費或二費的 然後再壓進的話去結場 可以在後手做到三減 超級強的一張牌 然後我覺得他也是對這個 集齒法的這個神器之一 如果你是先手 你T6可以斬他 沒什麼問題 如果你是後手 你在後手T5的時候 場上 因為你基本上一定會有場 一定會有場的情況下 你就保佑這張不要踩自己 如果沒踩到自己 他就活在場上 活在場上的話 他第一手沒有辦法直接下302 因為會被活屍給炸掉 他在結場跟這個家家的同時 會炸到這個活屍 然後直接把他的場面給炸了 那他就崩了 那他就崩了 所以算是一個對這個 集齒法的一個神器 還蠻不錯的一個牌 而且打到其他對局也可以做使用 所以我這邊帶兩張 那有的人會說 集齒法那邊可能只要扣一個緩刃 或者是扣一個 0倍打2就可以了 對 當然是可能的 但是你要 你如果真的有玩過集齒法 你就會發現 你在T6要展20傷的話 你一個動作打錯了 或者是一個順序換了 都有可能打不了20傷 有可能有機會差一點點 當然有時候手牌很糊的時候 隨隨便便就超過20傷 那種的是防不了的 那我們就是討論正常狀況下的 那正常狀況下的那種 我們是有機會用這張扛的 甚至可以考慮壓空進化給他 讓他沒辦法還刃直接下來 解掉 可能還要壓進化 或者是一張的這個 0打2也解不掉 我自己覺得是蠻有理解到位的 那 確實在昨天蠻多對局也有幫到我 就除了打擊之法以外 其他對局也有幫到我去做後手的解場 很厲害的一張牌 我自己投入兩張 而且他也有羨慕曲 所以也可以幫我們解羨慕人物 那接著是三張的福晶 跟一張的暴石 那這暴石雖然我們這一套的木非常非常多 我基本上都可以觸發到這神速20 可是 我自己打下來斬殺 真的沒有這麼缺這張牌 所以我自己覺得還好 我帶一張 我不希望他太多張卡在手上 所以我自己帶一張而已 那如果你想要帶到兩張 可以自己趕 那接著是三張的荒天 三張的堪姆斯 以及三張的神緣上校 那形成了一套節奏跟曲線 非常非常好的一套套牌 完全不會卡手的套牌 那 那 基本上七手流牌就是留一二 對一二三 就是一費隨便一張生物 然後二費最好是上校 最好是中士 然後或者是貓死神也可以 然後跟一張福晶 差不多是一個這樣的流牌 那我們就廢話不說說 馬上進我們的兩場實戰片段 來看一下這一套蟹慕死靈到底要怎麼玩吧 跟英雄王帶馬 等下給你 等下要去打囉 好明天應該也會有兩套牌的教學 對 那你打囉 我會開著喔 那你打開 那你打開 便是 那你打開 那她打開 好明天 那你打開 那你打開 你打開 那很不敵 第一无缘下降 第2回事 中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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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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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那個...那個海王是...巴鈺卡對吧? 소드牠... 修學瑜已經別 redesign 著潮到淺土 沒有阿 他現在都... 他現在都e pe大星喔 她已經用好幾天派大星了 所以我只能送他阿 修學瑜妳今天很嗆 是嗎 哼 這次是該找到啦 我的屏幕多了 中士喔還是什麼的 就那個22蟹木再抓一張巴羽 然後三倍的伏襟 你的抽牌跟任務是同時混在一起的 所以就是這麼誇張 這邊肯結場就結很快 沒有啊 不結場頭就要被敲爆啊 幹你幾差不多 轉起來了 看出來了 他要轉起來耶 趕快留兩張貓死神壓壓機 哇 下來玩 喔 進一個了 差一個 不是耶 是連擊喔 那個是連擊喔 這不一被王招都直接開掉嗎 對啊 看能不能一直拉這個中士 一直把中士拉回來 然後一直亂排 因為這總是限務局是抓巴羽牌 所以可以一直抓 一直把你的Key卡抓上來 他如果抓到自己 就是再拍下去解任務 然後再抓一次 屏幕後再根用了 但是來強制當作 然後再次用來 一層人也是 打傾廉 相當作 非常感動 以後再加入 4對 有了 雷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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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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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把比較卡一點 這把 這把會 這把T2就燒得起來 這把322沒 311沒啦 沒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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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簡單 無腦 好上分